没有双手双脚一样能够跳舞 也能够弹钢琴还特地请二姓中学学生上台做见证 更厉害的是他曾经骑自行车环岛 勇渡日月潭并且登上台湾最高峰玉山 他是七岁就因为生病截肢 失去双手双脚的生命斗士郭维奇小姐 我跟我外公说请你放心 我终于做到的 我终于做到的 如果没有手没有脚的文琪姐姐 她都能够不放弃 然后都能够做到你们好手好脚 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那好的文琪 我非常喜欢的座右铭 我觉得可以把这一句座右铭留给同学 那我们先来一个接你 我说上半段 你说下半段 好的 让你们再跟同学接你好不好 好 来 好手 做好事 好脚 走好路 由生障人士组成著名的 魂障众议团 受到救国团激动式团委会的邀请 特地到二姓高中表演 就是希望传达给学生们 生命的意义 以及永不放弃的精神 这个地方再次感谢我们教堂跟老师 还有我们的二姓高中表演 这些我们的学生 也谢谢我们各位卫兵 大家来支持这个活动 非常感谢 在他们的努力的过程 有些是荣雅 有些是没有手 有些是断脚 他们在学习的过程 要依照很多的障碍 但是他们有最终的问题就是一句话 要永不放弃 所以给我们同学们 人家可以很大的举事 非关城代表市场来助我们今天的活动 顺利全场成功之外 也要提醒大家 很多的东西 增长的珍贵 尤其是生命 所以我们要珍爱生命 永续发展 即便在毕业典礼上 我都不太去祝福一句话 叫做一盘丰顺 因为人生没有一盘丰顺这件事情 你接下来 可能会有很多的挑战 会有很多的坎坷 但是各位 也要看看我们今天的表演者 为我们带来的启发 各位又可以体会 什么叫做身体的意义 价值 包括郭伟奇在内的团员们 虽然都有肢体残障 或是视障等问题 但是展现出来的 各项精彩彩艺表演 让学生们看得鸦雀无声 鼓掌叫好 因为这群生命斗士 绽放出来的生命光辉 和永不放弃的精神 也让所有学生满满的感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